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我一时糊涂干了出轨的事 我对不起你 但是请不吝点 以后千万 不要再相信你的这种事 真的好 你就没什么话想跟我说的吗 我 没什么呀 要不你骂我两句吧 你骂我两句 我心里好受些 真的吗 我妈 你干什么呀 不是 我说真的 咱们赶紧去把手续办了 我待会还着急回公司呢 放心 我求求你坐一会儿 我有话跟你说 去年 我的公司现金流出了点问题 你知道的 我跟我爸公司借了笔钱 他们担心我拿这笔钱 出去乱投资 逼着我 把我们的房子抵押给他们 说是为了控制风险 我知道 这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债务问题 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知道咱们俩离婚以后 就来追讨这笔债务 为这事我没少跟他们吵 我坚持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留给你 他们就是不听 而且 他们比我现在就把这笔钱给还上 我真的特别为难 所以 这个房子是你父母收的啊 准确地说 是我爸的公司想把这房子 方姐 我知道 这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我一时糊涂 我干了出轨的事 我对不起你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马正宇不可能小气到这种地步 而且 咱们俩结婚这些年 我怎么对你的 你心里很清楚 对不对 没关系的 我知道你很孝顺 而且你也是为了我好 所以 放心吧 我不会怪你 真的 而且 其实在这段婚姻里 我也跟你学了不少东西啊 我会记得一辈子 是吗 就比如说 以后千万 不要再相信你的这种人 真的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什么感觉 就比如说我们刚谈恋爱 然后到订婚 然后到结婚 你是如何一次又一次 把我耍得团团转 即使你刚才 扒拉扒拉的那么多话 我来概括一下 大概就是说 我们要离婚了 你父母想为你多 争取一点钱 然后又如何想 把房子占为己有 没想到你会用 这么漂亮的方式 把它说出来 可是我希望你明白 我以前相信你 不是因为我傻 是因为我曾经真的爱过你 而我现在相信你 更不可能是因为我傻 只是因为我懒得搭你 我现在终于想清楚了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 所以从今以后 拜托你不要跟我 有任何瓜葛 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好吗 好嘛 孟坚宇 我们来离婚吧 嗯 咖啡